2010年 敌人节之《通天帝国》是开创了古装悬疑的新高度 而愧违三年之后 徐克导演是强势回归敌人节之《神都龙王》 这次是回溯到了敌人节初出茅庐的年代 当然了 演人阵容也换成了青春台 风铃更新几位小伙伴真是够欢乐的 如此这般欢乐的光景 真是让现场媒体惊呆了 而制造这份惊喜的人 却是他艺人 接下来我们请王总为我们美丽的花魁 亲赐一礼花冠 哇 好美啊 花魁出场的戏 然后baby穿得非常就是妇媚妖艳的服装 现场所有的零点第一次那么乖 每个人都是向他而过去 在这个戏所有的男士都被他的美貌所吸引 而且盈瑞姬他还有一个绝招 就是他有一种特殊的气味 只要男人闻到这种气味 就会迷失心智 疯狂地迷恋上来 但是特别想说 盈瑞姬请问你喷的是什么牌子的香水 此番作为敌人节之神都龙王 众主创万花丛中一点红 杨颖饰演的盈瑞姬则是众人眼中当之无愧的花魁 对于他的美 连杨颖自己都丝毫不含糊地说 我就是万人迷 在戏中扮演的人物叫盈瑞姬 他是一个万人迷 非常不要脸的生机 是万人迷 巨美 是啊 对不起非常不要脸 因为今天我演的就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花魁 你的小伙伴都惊呆了 这些小伙伴只能距离都是谁 小伙伴今天都坐在这里了 万人迷杨颖简直到有秒杀全部飞临的势头 但是对于影片中扮演敌人节的赵又婷来说 日子似乎就没那么好过了 毕竟同样出自徐克导演的敌人节系列 早前敌人节之通天帝国中 敌人节一决是由刘德华扮演 作为后生赵又婷难免被拿来做个比较 我跟导演有讨论过 说这个体验节目的方向 希望是能有出另外一种不同于刘德华大哥的种程度